花林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正在举办国土计划说明会 但是对于全县180个部落族人居住土地 横跨在都市计划内及都市计划外 而国土功能分区划涉缩月在114年4月份要公告实施 但对于都内国土计划公平上就有所落差 造成跨籍在都市计划内的部落有68个部落以上 对于都内部落来说就是有所的不公平 会议是由县议员周俊佑主持 迪布施议员参与会议的讨论 原民处陈建村处长 建设处邓子余处长 部落头目等人皆出席讨论会议 会议主持人周俊英又提出 花林与台东跟西部都会区是不同的 花林县政府应该要提案营建署以专案的方式来进行 都市计划区内的国土功能分区解决方式 以及目前都市计划区内的部落 在国土功能分区事法性的细节执行方式 建议会召开这个专案会议 针对我们183个部落 一个全面的一个土地的检讨的情况 做一个说明 因为现今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针对我们都内跟都外的一个处理方式 方针会分成两个部分 变成说今天这次的国土就有一个推动 大部分都是针对我们都市计划外的一个部落 来做推行 变成说在于一些权益范围的情况 像是105年土地合法化的情况 这是以之前的维建合法化 这变成说在于国土计划的推行 在于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区域上面的一个 使用范围做一个处理 但是不包含在我们区域都市计划内的土地 为何 是因为都市计划内的土地 还需要经过我们的都市计划内的一个通盘检讨 在一个直视做说明 所以今天在于我们的114年 我们就要提倡我们的国土计划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都内跟都外的一个部落 一并着一个合并做一个处理 经由我们的国土计划一个专案的方式 来做一个共同的推动 让我们在于114年 我们多土计划的实施时候 不会因为我们都内跟都外的一个问题 而做一个区分 而可以一并的合并来做一个办理动作 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原民相关的土地权益 以及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土地的完整性以及合法化 说好实话 我们花莲跟台东的一个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范围 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花东的人口数较为集中 然后有些部落将近有68个部落 在于我们都市计划内 是在我们花莲的一个地区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属于一个原住民的乡镇 原住民的大县的时候 当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些都内都外 如果说做一个区分的情况 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原住民的权益 所以说我希望说 今天这个国土计划 能够以专案的方式来做处理 一并把都内都外合并办理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推行我们的国土计划的美意 部落头目也表示 在这一次的国土功能区分部落说明会上 还是有相当多的部落族人 并未了解国土功能区分 对族人使用土地在114年4月公告后 国外土地以及住宅合法化的影响 就因为我们的保护器是一大片 这个土地面积大于现在部落的面积 所以我们的部落主人都到外面工作 甚至在那边住房子不回来 甚至在部落的主人 在自己的部落工作 还是要在他人家的在那边住房子 这可以怎么说呢 有土地 我有土地当时我不能干 限制很多 我有土地 我只能看得到我摸不到的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国土计划这个 应该是去年 我要要求我们圆明处的成见处 我是希望 真的我们原住民对国土计划 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先议员迪布斯也表示 国土功能区分 对于花莲市的部落 未处于都市计划内 但是目前是在执行 非都市计划区外的 部落国土功能区分 对都市部落土地取得 是相当不公平的 也希望建设处 能够与内政部营建署进行了解 对于都内的部落 在国土区分上 是否有解决的方式 都市计划边缘 跨都或非都的部落 非都的部分 可以划入成三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个都市计划 通海检讨的时候 扩大纳入都计的范围 如果它可以扩大纳入 都计范围的时候 我离到部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达站部落 甚至这个北新部落 这些在都内的部落 的边缘的部分 它就可以放进去 可是这个既然 营建署有这样确定了 我在这边要求我们原新处 要提出公文 要发公文 去跟他们讲说 因为里面划设的工作的细节很多 那你是不是去询问 营建署的重记组 就可以 请发公文去 就是说在比较模糊的地段 因为它已经 对于我们部落 就是非都 或跨都记的部分 那个边缘的部分 可以放进去的部分 可以去询问到底 确切的答案是什么 114年就要公告的 国土功能区分 而都市计划内的部落 又必须等到 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之后 才能够进行国土区分 而国土区分 又以非都的土地为首要 但是在都内边缘 是可以划入成三 营建署对于 都市计划内的部落 是否可以比照 非都市计划内方式来执行 这些都将会 对于都市计划内 未取得建造 或是国有土地的合法化 将会有权益上 相当大的影响 记者凌杰花令室采访报导 都市计划内的部落